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将由我来带领大家继续学习MemoryCatch这一缓存数据库一些知识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一章里呢,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MemoryCatch的课程提及大纲 相信大家也有了自己的一个了解 那这节课呢,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MemoryCatch 也就是这个MC的介绍和它的一些安装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第一个小的知识点 第一个呢,就是本节课的目的 就是介绍一下什么是MC和MC的一些简单安装 主要是包括Windows和Linux以下的一些安装 好,我们来接下来往下看第二个MC的一个介绍 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MemoryCatch 什么是MC 那MemoryCatch呢,是一个高性能的分布式内存对象缓存系统 用于动态外部应用以减轻出去库的负载 那讲到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讲一个主要话 这个现在主流的一个内存对象的内存式的缓存系统呢 主要就是包括这个MemoryCatch 还有这个MongoDB 以及这个Redis 现在这个Redis MemoryCatch呢,在这三者里边 MemoryCatch是出现的比较早的一款 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吧 然后Redis和MongoDB也是近几年比刚出现的比较火 那个MongoDB呢,和Redis也是由于这几年这个互联网发展特别快 然后数据什么的,可能现在的这个关系应用的数据库满足不了 我们现有的一些需求 所以会出现这个NoCircle的一些数据库 就是说这个MongoDB和Redis 好,那讲到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emoryCatch呢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过程 它是呢通过在内存中缓存数据和对象来减少 读取数据库的次数 从而呢提到动态数据库驱动网站的速度 那做过一些开发的同学呢 可能会对这个有一些直观的一些感受 比如说我们传统中的一些做开发的话 可能就是比如说数据库用的 最多的就是MuyCircle了 那比如说一些土豪的话 国家呀,银行呀 可能我们这个Oracle或者一些Circle Server 但是用的最多的还是MuyCircle 那随着这个数据量上千万级或者上亿级以后 它的这个关系型数据库可能并不能 它的这个读取速度可能并不能 能够满足我们这个业务的需求 所以呢 这个内存式的缓冲系统呢就出现了 所以它是这个 由于这个业务的发展而发生的 而且呢 这个内存 在内存中进行数据的读取是非常快的 来继续往下 MemoryCircle呢 是基于一个存储件值对的Hashimap 就是一个经常说的KValue的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 Hashimap Hashimap是一个数据结构 这里边我们不多说了 那其守护进程 Demon是用那个C写的 这些底层的一些东西呢 大多数都是C、C++就写的 但是呢 客户端可以用任何语言来进行编写 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MemoryCarch、Alice、MonsterDB 我们这些都提供了一些客户端的一些API 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来连接 比如有CHP的一些 Java、Net、Python的一些API 并且呢 通过MemoryCarch的协议与守护进程进行工信 好 我们总结一下 那这个MC呢 就是一个高性能的内存KValue 缓存空气 那了解 大概的了解了一下 MC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简单介绍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MC呢 是哪个公司旗下的一些产品 MemoryCarch呢 是Levijonard旗下当的 Interactive公司开发的一款软件呢 其实最新的版本发布于2010年 这是最新的版本 作者是这两个的外国人 用于提升Levijonard.com的速度了 这个网站的每秒动态页面的访问量 达到几千次 用户是700多万 MemoryCarch呢 将数据库负载大幅降低 更好的分配资源 更快速的访问 好 这是他的一些简单介绍 下面呢 这个是MemoryCarch的一个官网吧 这个官网 那我们来看一下 谁在使用这个MC呢 比如说新浪 新浪 这些门户类的网站 搜索外网页啊 销内啊 感激啊 当然了 并不仅仅的局限于这几个公司 看完了这个基本的介绍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MC的一些简单的特点 第一个是他的底层协议非常的简单 MemoryCarch的服务器客户通行 并不是使用复杂的XML格式 现在可能这个XML是比较老的一款这个通讯格式 可能比如说做过加网的同学呢 可能比较了解这个XML 是比较数据通讯的一种格式 现在基本上我们进行通讯的话 就是用这个Json 用Json也是一个KValue的一个格式 使用简单的基于文本行的协议 讲到这里呢 我们知道了 这种MemoryCarch呢 它是基于简单的文本行的协议 所以它的这个协议非常之简单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Telnet 也能在这个MemoryCarch的CatchD上保存数据 取得数据 下面是这一个简单的例子 待会呢 我会跟大家去做一个演示 就是安装完MemoryCarch了以后 我们进行一个测试Telnet一下 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事件处理的方式 事件处理的底层是基于LibEvent的一个程序库 它将Linux的Eport 这个Eport Linux有Eport Apple Apple 还有BSD 而类操作系统的KCoin 等事件处理功能 封装厂统一的接口 即使对服务器的连接数增加 也能发挥OE的特性能 这个OE呢 是数据结构里边 这个OE一个 程序的一个直径速度 OE算是比较快的一个性能 MemoryCatchD呢 使用这个LibEvent的库 因此呢 能在Linux BSD FreeBSD Solaris等 它在系统上发挥 高性能 看完了这个事件处理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存储方式 为了提高性能呢 MemoryCatchD中保存的数据 都存储在MemoryCatchD内置的 这个内存存储空间中 由于数据 数据仅存在于内存中 因此重启MemoryCatchD 或者重启操作系统 会导致全部的数据消失 因为内存中 它没有作为一个 常驻内存的一个数据 另外呢 内容容量达到指定值之后 就基于LRU 这是一个算法 List Recently Used 最近最少使用原则 算法自动删除不使用的 这个缓存 这个特性呢 咱们后续也会跟大家讲 就讲到这个 MemoryCatch的这个 自动剔除的这个算法 所以接着稍后 跟大家具体的讲 MemoryCatch呢 本身是位缓存而设计的服务器 因此呢 并没有过多考虑数据的 与永久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MemoryCatch的一个 本身的一个缺陷 这个呢 解决的方式呢 我相信大家同学 都有过 有过一些了解 会和这个 MemoryCatch 进行一个配合 将数据最终进行落地 这样子的方式 第四个呢 就是通信分布式 那MemoryCatch呢 尽管是分布式缓存服务器 但是它的服务器端 并没有分布式功能 大家注意了 它的服务器端 并没有分布式功能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底层服务器 并没有 服务器端并没有 给咱们做一些 算法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我想做一个MemoryCatch的 一个分布式 它并没有像MangoDB 或者Redis 这种 NoCircle的服务器 就是 我把服务器往上一步 它就会自动地进行 给我进行分布式 它没有这样的功能 所以呢 各个MemoryCatch 不会通信 以公享信息 那 我们怎样进行分布式呢 那这就是取于 完全取于这个 客户端的实现 比如最常用的 我们首先可能会想到的 第一个就是分布式的算法 第一个就是说 取于 第二个就是 现在有一个 叫做 一致性哈希的一个东西 MemoryCatch 一致性哈希的东西 那同样也可以解决 这个 分布式的这么一个 一个问题 好 讲完了它的几个特性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 比较常用的一个 MemoryCatch的一个 缓存的一个图解 就是说我们在 不管说是在工作中 或者说是在我们的学习中 都应该对这样 这样的架构有个了解 来看一下这个图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浏览器 就是说 这浏览器就相当于 我们这个客户端 对这个应用服器 发起请求 它先会去 到这个 MemoryCatch 这个服务里边 去看 去查询 有没有我们所想要的数据 因为这个是在内存中 内存中是 内存中读取数据 数据是非常快的 其次是这个 硬盘 原来是这个 文件 之类的 然后呢 如果说在内存中 在这个MemoryCatch里边 没有这个数据的话 然后我再去这个RD DMS 这个 关系数据库里边 或者MySQL 这个数据库可以理解 因为MySQL Oracle 或SircleServer 等一些其他的一些 关系数据库 取数据 然后取完数据以后 然后我再把这个数据呢 存到这个MemoryCatch里边 最后呢 再返回给客户端浏览器 紧接着呢 我第二次访问以后呢 就是浏览器 我访问这个应用服务器以后 那如果是同样上一次 访问的一个值的话 那我会去 到这个MemoryCatch里边去找 发现已经有了 这个数据已经缓存在 这个MemoryCatch里边了 那好 那我就直接去返回 我就不走这条线路 我就不去到这个MySQL里边 去取数据 这样子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 最基本最简单的一个 无论的一个流程 或者说是一个使用版 好 这个就是我 对MemoryCatch的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介绍 那看完这个介绍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安装 那这个安装里边呢 重点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在Linux的栏目中 因为咱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 可能会是在这个Linux下面 进行这个讲解 在Windows下的安装呢 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些讲解 演示 演示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s下的安装非常简单 相对简单 从官方网站上 我们下载相计的二精致文件 然后写下到字盘 即可 然后来看一下Mc的客户端软件 就这样一个小路 MemoryCatchD.exe 那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 我已经给大家 就下载好了 就这个文件 就这个小路 好 来看一下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文件 给卡到这个 J旁下 J旁下 新线 这样的话 MemoryCatchD MemoryCatchD.exe 然后我们用这个命令 我们进到这个目标下面 MemoryCat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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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家门见证 谁也被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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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那是 好,那这样的话,从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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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到这个memory cache.d.exe 然后我们来启动这个memory cache.d.exe 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再进行启动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否成功 看看h 好 那这样的话这个memory cache.d.就是这个服务 memory cache.d.这个服务就已经安装好了 当我们通过这几部命令 首先-d install一下 看它是否安装 然后-d start 让它启动 然后-h 好 它这里边有几个选项 -h的意思就是说 刚刚help就是当初 -p呢就是它的一个端口 它给的多少内存 其中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 -tell net -tell net -tell net 它是禁用的 - 如果说 - 为啥它是禁用的 - 因为它这个是明文的传输 - 明文进行传输的 -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禁用的一个 - 一个命令 - 在XP里边 - 或者 - 在Windows 7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版本里边 - 它可能 - 嗯 如果同学呢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好我们到网上看一下 都有一些解决方案 好那我就按照网上这个来看一下 好那我就按照网上这个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 可能大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大家不要着急到网上去摆住一下 或者是Google一下 可能会有一些答案 我们来找勾选这个Townet 然后点击确定 那这个他这个的处理呢 谢谢 好 好 好 我给它看一下 再进行连接一下 推出来 推出来 好 好 TileNet再连 楼空号 11211 11211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已经连到这个memor cache上 好 我们刚刚打的命名打错了 输入这个status 就看到这个memor cache的一些信息 它的pid 它的uptime 应该是好二一秒来计算 time 然后version version就是它的这个版本 还有CorealItems TotalItems 5 CMD Gate CMD Site GateHits GateMiss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命中率 它的这个现成 好 这个就是 这个在memory cache下 在windows下 我们怎样去安装这个memory cache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安装的一个 一个示例吧 嗯 来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一些命令 一些 一些 时光的感受 好 好 这样 那Site Site 和Gate 是设置和获取 这是memory cache的两个命令 这个Store 就是把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Ford 就是它的键 然后Hits 就是它的值 用Site进行设置的话 它就存进去 然后我们再去Gate的话 你会把这个值给取出来 这个是咱们后续再讲 这个不是咱们这节目的一个重点 重点就是说 嗯 咱们能在windows下 安装 啊 这边都是已经变化的 这样一概 这样一概 好 这个就是windows下的一个 简单的一些安装 那接下来呢 主要主要呢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在这个linux的一些安装 那在讲安装之前呢 我们来 嗯 上一下这个mama cache的一个官网 你看 这是它的一个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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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它的一个官网 然后呢 这里面有它的bots download download 我们可以进去下载 其实呢 那我们这个delta.delay 就是在这个linux下的一个 原码的一个 这个安装 然后我们点一下一些download 看一下 好 看到了 好 接下来呢 那我们开始在linux下进行安装这个mama cache 那在进行安装mama cache之前呢 我们需要在有自己的一台这个虚拟机 或者说有一台自己的一台实体机 啊 这么一台 一台机器 啊 Linux的一些 一些 一些操作 啊 以后呢 咱们讲课呢 可能就 需要在这个linux虚拟机下 进行安装 啊 这个 我经常用的就是这个vmware这个虚拟机 虚拟机的这个工作站 嗯 这个就是跟大家 嗯 哎呃 就是喜好喜好不一样 可能选择不一样吧 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的安装方法和和这个方式 我也不在这边跟大家过多的讲 然后我就默认大家已经安装好这个vmware 然后用我一般用这个crt进行连接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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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 好 好 那咱们 不多说 我们开始进行 安装 你先wget一下 这个 我们刚刚 刚刚就是把这个链接给复制下来 就是慢慢开始了 1.4.24 好 wget一下 我们看到了 已经我们仅仅把它进行了wget 已经wget下来 好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安装 嗯 这个是一个.tar.tz的一个压缩包 然后这个我们先给它进行解压 啊 这个解压的一个命令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 这就是过多的讲了 先给它进行解压 解压完了以后 它就会有一个文件解压 进到这个文件解压里边 好 它有一个config文件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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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联系文件 然后不管是装什么样的软件 都是先进行config 这个 ygui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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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选项 可以翻评一下 看一下 到h-v-q-profect 这些杠杠都是我们可以默认去选的 这些都是可以选的 这些都是可以选的 大家向来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次呢我给它安装在local下 这个编译 这个编译呢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不是很长 因为这个软件比较小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已经出错了 check in for lib event directory config error lib event is required 那也就是说没有装这个eBay 也真的兔 那没关系 您YAM install一下 好YAM也没装 那这样的话YAM也没装 也就是说它这个YAM原没有安装 好我们那个刚刚没有加这个刚刚with-lib event 所以呢我们现在加上这个刚刚 Lib event 这个Lib event呢是它底层的一个库 那刚刚咱们讲基础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讲了 那如果说谁的机器上没有这个库的话 那自行到网上去安装一下 这块就跟大家多说介绍了 然后回车 这些config 好已经到 然后咱们make make make完了以后 make 好 make install 这样的话 那这个usr 我们来去那个目录看一下 usr下 目录 Local下的memory cached 好 已经安装 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边有三个目录 第一个目录就是它的这个bin目录 bin目录里边有一个memory cached 这是它的一个执行文件 还有一个include 这是它的一些 是一个memory cached的一个文件夹 就是一个投文件 这些咱们不用去管 主要是看一下这个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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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已经有了一个11211的一个进程 那为了避免这个冲突不冲突呢 然后咱重新再起一个 好这个就是已经安装好了 这是它的一个gah的一个帮助文档 好 看见了没有 好 看见了没有 好我们来重新起一下 mem b b 缓的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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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包得这个用户来进行启动 好 谢谢 回车以后没有什么消息 那没有什么消息 那就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端口是否起起来了 211 好 看一下 21211 这是之前我起的一个端口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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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咱们刚刚自己起的一个进程 就是本机 11212 11212端口 而不是11211端口 好 回键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 咱们在Linux下 安装这个MemberCatch 算是已经成功了 然后输入这个Status 看到它的版本是1.4.24 好 至此 我们这个在Windows下 和在这个Linux下 安装都已经完成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 咱们重点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是在这个Linux这个平台下 去讲解MemberCatch的一些命令 或者是说它的一些常用的用法 所以希望同学们在课后 认真真地去完成 尤其是在这个Linux下的 一个安装 所以呢 这个客户作业 就自己有了 可以说在这个Windows平台下 自己去安装 我会把这个下的这个 我的这些安装包 会上传给同学们 大家可以用一下 然后上传一下 然后安装一下 练习一下 主要重点是呢 在Linux平台下的一个安装 希望同学们呢 能够认认真真地完成 这个是咱们以后课程的一个基础 所以非常的重要 希望同学们能够重视起来 好 最后呢 就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真地完成 好 那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下节课再见 咱们下节课再见